貼身帳房橘子徐芷瑜與柯關係密切 被視為破案關鍵拼圖之一 但池未歸國說明遭北檢依洗錢 及政治獻金法等最通緝 週刊再報徐芷瑜雲端刑事例已被破解 不只陪同柯文哲副桃朱影員 與沈慶經會面 刑事例更記載 他曾陪柯到威京總部拜會 至少兩次以上 還註明雅虎來接 週刊爆料橘子每次都搭柯的座車 到集團地下停車場 載由朱雅虎下樓接應他們 跟財團會面的行程 居然沒有在柯文哲的行程裡面 而是去聚在橘子的行程裡面 每週一報 然後報的都是不實的消息 民眾黨對徐芷瑜重要性輕輕帶過 但週刊爆料徐芷瑜多次陪柯見沈慶經 恐怕也打臉陳志涵夫妻這番說法 說他捲款潛逃了 或者是他掌握了最核心最核心的事情 橘子從頭到尾參與精華懲案嗎 沒有嘛 你們根本不知道 因為你們根本不核心 所以你們不知道橘子知道了什麼事情 越講就更小更漏氣了 徐芷瑜重不重要民眾黨自由解釋 但根據週刊爆料 北檢認為民眾黨政治現金專戶 還有一三百筆可疑現金 可能是審慶金化整為零匯款 甚至懷疑徐芷瑜可能有管理 其他賬戶或處所 而今年三月柯文哲還曾交代橘子 余力文宗交接金流是否流向木可公司智庫或基金會 之前有聽說有三百筆都是跟金華城有相關的 那是不是用一樣的相同的套路 柯文哲政治現金充滿疑點 但是否與金華城前金後卸 省慶金匯款有所關聯 另外橘子在其中涉入多深 也有待檢調持續釐清 三組黃泉博 江文賢 廖品珠侯 採用台北 什麼的